歡迎收睇 歡迎收睇 大家都回到我笑 歡迎收睇 人人 大家都回到我笑 ETF系列 不要笑 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ETF系列 ETF高配息不能只看一年 最近股市大跌風格你做了什麼 你認真問 認真 我其實都在看一下有哪一檔 我的目標的ETF 他最近跌的比較多的 你這麼認真幹嘛 我剛剛真的只是水口問問 你這樣浪費我的時間嗎 對不起 對不起 好啦 我們回來正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其實是高配息的ETF 因為股市大跌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會趁這個時候買進所謂的高股息ETF 但是我們在台股這麼多的ETF當中 難道只有高股息ETF能夠有5%以上的高值率率表現嗎 又有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難得被賺這麼個誇獎 今天 Smart ETF研究室就幫大家整理了 有一些ETF 它雖然不是所謂的高股息ETF 但是在某些年度 它的值率率也是會有5%以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是哪一些的ETF 那我們就先來幫大家看一下就是所謂的高股息ETF的值率率表現 這樣我們才能夠跟後續的有一些比較 我們先來看圖卡 由於2022年只過了不到5個月 那有一些ETF還沒有到出息時間 所以我們統一用去年度 也就是2021年的現金股力 並以目前也就是2022年4月25號的收盤價計算現金值率率 我們發現大多數的高股息ETF值率率都有5%以上 其中原大台灣高息低波00713更有7% 但這些ETF本來就標榜高股息 所以5%可以看得出來應該算是一個基本盤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哪一些ETF 它雖然不是高股息ETF 但是在某些年度 卻仍然擁有5%以上的值率率 我們一樣用去年度配發的現金股力 跟4月25日的收盤價來計算它的殖利率 發現有4檔ETF的殖利率超過5% 而且這些ETF的殖利率 甚至比某些高股息的ETF還來得更高 那是哪些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圖卡 我要先說明一下 這4檔ETF其實都是長期績效表現很不錯的ETF 我個人其實也非常喜歡 但是呢 它並不是真正的高股息ETF 那因為真正這一點 所以我們來幫大家做個說明 以免在投資人在買的時候會造成一些誤解 我們可以發現 當中殖利率最高的是第一金工業30 就是00728它的殖利率來到7.73% 第二名是永豐台灣加權006204 殖利率也有6.31% 相當不錯 其餘兩檔是富邦公司治理00692 以及富邦台灣中小00733 現金殖利率也有5%以上 補充一點這四檔ETF當中 目前只有半年配的00733 近年配過一次 當次的配息是0.24元 目前沒有完整一年的配息數字 所以我們一樣用去年的數字來看 但要推敲00733下半年配的如何 現在是不太確定的 因為它過去的紀錄還不夠長 一般來說 多數人心中的殖利率 大概就是5% 但是這四檔ETF它並不是高股息ETF 卻通通有5%以上的表現 為什麼它們會有這麼高的殖利率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在 它們去年配的特別好 我們觀察這四檔ETF近三年的鼓勵政策 發現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也就是去年配息配的特別多 以至於現金殖利率標的特別高 像是006204 這檔年配息型的ETF 它從掛牌以來到2020年為止 歷年的現金鼓勵都沒有超過2元 但是在去年的現金鼓勵 卻一口氣配發了5.3元 當中00733也有類似的情況 2021年之前所配發的現金鼓勵 多不超過1元 但是在2021年的時候卻配了2.09元 也是創下歷年來的新高紀錄 我們詢問了富邦投信 官方有回覆 他說去年配息特別高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資本利得的增加 我們猜解00733去年度的鼓勵結構 它有15%來自於鼓勵 有高達85%是來自於資本利得 那我們推測其他檔的ETF 能夠在去年配發這麼高的鼓勵 應該也是跟資本利得有很大的關係喔 因為過去一年兩年的台股大漲 ETF的成分股買賣能夠替ETF帶來資本利得 投信就會依照公開發行的條件 將資本利得配給投資人 所以這邊要提醒投資人 如果你的投資目標 是找均高股息型的ETF 那你千萬不要看到 單一年度高值利率就理智斷線 因為高值利率不代表一定是高總報酬 就像我們前面又有提到 有些它的高股息可能是來自於 某些年度有比較大的資本利得 那這種情況下並不保證這些ETF 它未來就能持續發放高股息 不過我們前面所列的四檔 就我剛才上面說的是 他們的長期的總報酬非常不錯 所以你投資它是因為它總報酬很好 並不是因為它是高股息型的ETF 那這些不是真的高股息型的ETF 它的總報酬到底有多好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圖卡 比較一下我們最老牌的元大高股息 0056 我們用這四檔ETF一年三年 或五年的韓息年化報酬率 來跟0056比較一下 有什麼樣的差異 00728、00692、00733 發行都未滿五年 所以他們沒有五年績效 但從一年跟三年的表現來看 00733的報酬表現相當高 這是因為它的成分股多為中小型個股 在過去幾年的牛市期間 通常中小型股在這個階段都會表現得很強勁 所以它的表現當然相對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00728它雖然是稱為工業30 但它跟006204、00692一樣 它們最大的成分股都是台積電 以2022年Q1的成分股來看 各有29.89%、24.83%跟40.60%的比重 所以它們的表現都不會相差太多 那我們拿這四檔比較一下0056 因為0056是標榜高股息 大家應該知道能夠配發高股息的公司 通常是發展比較成熟的公司 成長的力道比較有限 所以反應在股價上 通常股價會比較牛皮 但是配息跟現金流是穩定的 因此它的整體報酬率 會比成長中的企業或市值型的ETF來的低 但這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說如果你需要穩定的現金流 高股息ETF當然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希望追求更高的長期報酬率 那市值型的ETF可能會是你更好的選擇 大家想要知道市值型ETF跟高級型ETF有什麼差異嗎? 在Smart支付月刊第285期有介紹喔 為什麼會突然提285期? 因為是我寫的 哇 好啦我們回來正題剛剛有提到 你除了要觀察所謂的 韓息的年化的總報酬率之外 投資人還要注意配息的穩定度 尤其是如果你想要靠配息來創造現金流的投資人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ETF的中長期的配息穩定度 否則你萬一遇到配息中大 或是配息特別少的年度 那你就會影響到生活 那樣就不好囉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己的做法是如果是配息的話 我希望他們有比較長的穩定性 我通常會把幾個年度 譬如說三個年度 或者是說如果有五個年度更好 我會把它們加起來除一下 做個平均 也就是說 或者是看一下它的最高跟最低的落點大概在哪裡 雖然長期來看配息往上增加是一個趨勢 但是這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慢的趨勢 不過你還是用平均數來看 會得到一個這個幾個年度之間 比較相對穩定的配息水準 但如果你是著遠在資本利的 也就是我們說的價差 這四檔ETF投資的選股邏輯 雖然有點不一樣 但都績效很好 股市大跌的時候 因為也許他們的跌不會比高股席型大一點 但也就是讓你有一個 趁價格低的時候買進的好機會 特別是這些中小型的 或是跌升的科技類股 通常在市場大跌的時候 他們會先跌先落領 未來也可能先反彈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像00733或00728 這類的ETM 那如果你是選擇 市值金ETF參與市場的投資人 006204、00692 就是相當不錯的選項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Smart人人都能學會ETF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 不想錯過精彩內容的話 請大家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哈哈 學校差不多 cade 他 decided 你可知道 你 RGB reduce Brooks 請 Kevin 檢查存 好吧 感谢观看